为了响应国际援助行动 台南市政府跟救协救命国际基督关怀协会 还有慈祭慈善师业基金会 合办救协救命募集活动 从5月31号起 在安平的安逸停车场 一连三天登场 预计要募集到一万双鞋 两万件就衣跟一万个包包等物资 一起送往非洲 而在活动的第一天 市长黄伟哲也到场关心 并且捐赠就衣跟就协 也呼吁市民朋友发挥习无爱物的精神 把爱心送往非洲 台南市长黄伟哲和志工人员同心协力 将装满救协的袋子扛上大货柜车 为了响应国际援助行动 台南市政府与救协救命国际基督关怀协会 慈祭慈善事业基金会 合办救协救命募集活动 其实一双鞋子在很多人穿过以后 那可能就是进了垃圾厂 或进了焚化炉 但其实它还是非常堪用的 那知道在市业还有一些地方 他们根本是无鞋可穿 无衣可穿 那可能就会造成 这个公共卫生 以及身体健康很大的威胁 活动首日就到现场关心的黄伟哲表示 打赤脚时很多疾病会经由脚步传入身体 而这次活动预计要募集到一万双鞋子 两万件旧衣 一万个包包等物资送往非洲 现场也能看到将近八百位志工 将来自四面八方的捐赠物品分类型整理好 同样来共享盛举的还有环境部长彭启明 彭启明点出现代人多习惯快时尚 但事实上衣服在整个全世界精灵碳排 排放量占的大约4%左右 因此不能不正视问题 而这次活动台南市政府特别购买大型货柜 并画上台南四百亿项 货柜在卸下物资后将依照当地需求 改装成教室、诊所、教会或社区关怀点等公共设施 永存于当地使用 同步落实习物、爱物精神 记者综合报道